大家好 我是猫叔 今天给大家分享 梅菜扣肉的做法 这个梅菜扣肉呢 是一个 广东的咸甜口味的梅菜扣肉 今天我们用家庭式的做法 跟大家分享梅菜扣肉 今天我们选用的是五花肉 五花肉呢 选用 三层瘦 两层肥 看一下 肥肉 瘦肉 肥肉 瘦肉 这种五花肉做扣肉是最好的 把这条五花肉分成一半 接下来我们把火打开 烧一锅热水 这个水热就把盖子打开 把切好的五花肉放进去 放入几片姜 放入一个葱节 我们烫一下这个葱 把它打一个节 打上一个节 它就不容易散掉 再放上一汤根米酒 放两大勺盐 给底味 把盖子盖起来 开小火 焖它五分钟 看一下这个水开了 我们就把这个火关掉 给它焖二十分钟 这样能够更好的节约煤气 时间到我们把盖子打开 把这肉拿出来 这个水不要倒掉 这个水要留住 把这些渣剪出来扔掉 煮好后 我们就要给它松针了 我们用一个松针棒给它松针 一定要给它表皮松针 也可以用筷子 也可以用叉子 给它松针 松针才能更好的让它的肉皮炸起泡 松针主要是让它的油分出来 然后把它松好蒸后 给这个皮撒上一点盐 把它抹均匀 看一下这是抹过盐的猪皮 它表面它就出水了 待会我们炸起来就好炸了 是不是出了很多水 抹盐的作用是出水 不是入味 一定要记住 给它抹干 它放几分钟 它还是会继续出水 这就是盐的作用 盐能使肉出水 抹完盐 给它腌制五分钟 我们再抹醋 我们放入准处 抹醋的作用是为了油炸的时候 让它外皮更加的酥脆 抹完醋我们给它放置十分钟 我们腌制扣肉的同时 我们准备几个筷子 把它分成这么长一段 准备四根就可以了 一块扣肉就准备四根 我们给它装上四个角 给它在这里装上一根 我们装这个角的目的主要是不给它 粘在锅底 给它这样立起来 它现在是不接触锅底了 它能够站起来 高度随意调整 不给它碰到锅底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先不要开火 把它放好位之后 我们就开始倒入油 倒入调和油 大豆油都可以 油需要倒多一点 给它进过这个猪肉皮就可以了 看到吗 这个油浸到这里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盖子 要把它的水满干净了 把它盖上 这个时候我们开小火 给它慢慢炸 这个时候让它慢慢的升温 需要着急 这个时间大约需要 5到10分钟左右 大约2到3分钟 这个油温开始升高 它开始在里面炸了 不要担心这个盖子会飞起来 这个是不需要担心的 你只要你开小火炸就可以了 这个是绝对安全的 这个盖子有个孔 它是可以透气出来的 所以说你不需要担心 这是最安全的扣肉制作方法 开猛火呢 它会容易弄掉 开小火就可以了 给它在里面随便飙水 经过了我们10分钟的杂质 它的声音已经开始变小了 我们就把盖子打开 这个时候就相对安全了 我们咬一点油淋在这上面 一定要慢好慢慢的里面上面 趁它不注意的时候 我们偷偷的翻动一下它 看一下它到底炸成怎么样了 还没有炸可以哦 还要继续再炸 现在只是有一点点的微微炸 给它测一下声炸一下 你把它测身之后 你担心那个油淡到你身上呢 你就把锅盖盖起来 盖它两分钟 我们再换一个方向 两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 也没有听见它有哔哩巴啦的声音了 我们把锅盖打开 再继续给它换一个方向 再把锅盖给它盖起来 这样会更加的安全 看见它里面的蛋油啊 这个不用担心了 两分钟已经到了时间 也没有听到它蛋油了 我们现在可以把锅盖打开 继续给它对面 这样子把它炸就可以了 看一下已经金黄色了哦 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捞起来 把油温升到大约180度 油温升到180度后 我们把它放进去 继续把盖子盖起来 给它炸大约两分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炸成像这样子就OK啦 接下来我们把炸好的扣肉 放入这个煮五花肉的汤水里 放进去主要是把它泡软 盖上盖子给它泡 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啊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煤菜 选好的上等煤菜 把这头切掉 这头太多的泥沙了 接下来把这个煤菜放入水中浸泡 泡去它的盐味 大约泡半个小时左右 每一个煤菜的咸度不一样 所以泡制的时间不一样啊 接下来我们来调制一个扣肉汁 广和妇乳两砖 渡母男乳我们要四砖了 蒜蓉酱我们放四勺 蒜蓉酱是我们自己制作的 在往期的视频有跟大家介绍 当然也可以用生蒜油 再放入两勺煲仔酱 没有的可以选择猪猴酱 海鲜酱代替 糖大约用五克左右 广东米酒放两勺 米酒一定要够 这样才会够香 再来一小勺生抽给它上上色 把它全部搅拌均匀 搅成像这样就可以了啊 这个就是 蜜汁的扣肉酱 当然有的喜欢放五香粉进去 这个根据个人的喜好来放啊 当然你喜欢也可以放入两克的五香粉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打入一点生粉水水淀粉 把它调成像这样子的 稀一点 待会的话我们也好腌制 看一下我们泡好的扣肉哦 非常的漂亮这个皮 接下来我们把它改刀切成一块一块就可以了 切成像这样的块状就可以了 我喜欢小块一点的 把切好的扣肉抓到 倒入扣肉汁 把这扣肉和酱把它充分的捞匀哦 让它腌制两到三个小时 梅菜洗干净后抓干水分哦 梅菜这样改刀切成小段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把它一块一块的叠起来哦 来上一点扣肉汁 再铺上梅菜 蒸锅上去我们就把扣肉放进去 关火再放扣肉啊 否则会烫到手了 来蒸了时间已经到了 扣肉拿出来后我们就接下来把它扣入碗中啊 准备一个碟子抓紧 一二三反转 OK来用个生菜把它围好边就可以了 看到这款梅菜扣肉就制作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它的味道怎么样 我们来搞一件扣肉 这个扣肉皮非常的软弱 就是有点太瘦了 能再肥一点就好了 当然现在的人都不喜欢吃肥肉 所以说我选择就选瘦一点的 来做扣肉 非常的入味 一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的视频 请帮忙收藏评论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下期我们再见